接下來要上的內容叫做清潔劑 清潔劑是總稱 就是把東西弄乾淨 能夠具有清潔能力的就叫做清潔劑 就清潔效果而言大家都一樣 你要拿沙拉托當作洗髮精 要拿那個洗衣粉當作沐浴 都可以 它一樣可以把你身體洗乾淨 但是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它可能裡面還有一些有害的成分 會使你的皮膚受到傷害或者之類的 也有可能它會洗得太乾淨 你把臉洗乾淨之後 希望它們還是有點油脂 還有點油 不然會太乾裂 可是它可能會洗得太乾淨 那就變得很乾裂很重心 也許有可能會很難沖乾淨 就是拿來洗衣粉洗頭之後呢 就把怎麼沖就去頭上有洗衣粉 那就可以有別的問題 但是如果就清潔而言是都一樣 都可以使你變乾淨 那麼清潔劑有所謂的肥皂跟合成洗淨劑 我們重點在肥皂 我們重點在肥皂 肥皂就是要怎麼做 古人的傳說 原始人在那邊烤豬肉的時候 豬肉的油滴下來 碰到灰把它喇喇之後 發現可以把東西弄乾淨 就是開始的肥皂 就是油 跟下面的灰 就是鹼性物質 油跟鹼性物質共組 就會得到我們的肥皂 然後我們肥皂 那麼這樣我們分做三步 造化、鹽膝跟成洗 重點在造化跟鹽膝 造化跟鹽膝 做肥皂的三步驟 造化、鹽膝跟最後的加工成洗 我們重點在前面的造化跟鹽膝 第一件事情叫做造化 什麼叫做肥皂 那怎麼做 剛才講過的 油脂跟鹼性物質共熱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 脂肪加氫氧化鈉 我們叫你做的是加氫氧化鈉 你可以加別的鹼沒有關係 那脂肪就是油 什麼油隨便 隨便 你要用豬油、沙拉油、葵花油都可以 醬油不行 雞油也不行 是真的 可以炸東西的那個油 煎東西的那個油 回鍋油可以 所以有人說 叫你用回鍋油的回鍋做肥皂 叫環靶 環靶 非物在利用 所以脂肪加氫氧化成成脂肪酸鈉 這個就是所謂的肥皂 脂肪酸鈉 或者是說它叫脂肪酸金屬鹽 因為我是用氫氧化鈉 這叫脂肪酸鈉 我如果是用氫氧化鈉 就變成脂肪酸鈉 叫脂肪酸金屬鹽 有一些東西的廣告說 我百分之百不含燥 就是百分之百不含這種脂肪酸金屬鹽 然後還有一個甘油 叫造造化 造化 OK 動作就是把它丟進去 可是呢這裡有一件事情 我會加酒精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提過 我們喜歡把東西配成溶液來反應 可是油不溶於水 所以加水沒有用 所以我加酒精 這酒精是當溶劑用的 所以我就把脂肪丟到那個乙醇 酒精裡面喇喇 再變容易 再往裡面倒氫氧化鈉 然後去煮 像那個照片上所顯示的 得到我要得到的肥皂 然後肥皂 OK 叫造化 記得怎麼方程式 什麼意思 然後記得我加了酒精當溶劑 然後呢叫做造化 做完以後 第二步叫煙熙 煙熙就是把它做完東西 倒在飽和食鹽水當中 那麼我們的肥皂 不容於飽和食鹽水 而且力度比較小 就會浮在上面 很好 又是浮在上面 之前學了一個什麼玩意在上面 有 紙畫 紙畫 紙的也在上層 所以上面得到你要的不要 所以倒下去上面就會浮在一個肥皂 然後就請把它拿出來 再加工塵襲 變成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煙熙就是倒在飽和食鹽水當中 它會浮在上層 就把它拿出來 就是我要的肥皂 OK 造化跟煙熙 然後最後加工塵襲 把它塵襲 然後做成要的形狀 同時有人會往裡面加一些東西 什麼藥皂就加一點藥啊 香皂就加一點香料啊 讓它有一個它所需要的樣子 或者把它做成一個你所希望的形狀 叫做加工成型 重點是我們的造化跟煙熙 然後這個是熱製法 我要去烤 現在外面很流行自己做肥皂 然後做比較好 它用的是冷製法 它不加熱 不過聽說你要拉很久 要拉很久 然後做出來 它說這樣子的乾油比較會保留 所以滋潤性會比較好 那有的還會往裡面加 會講會加別的東西啊 加什麼藥槽啊 什麼之類做 那這個你可以在外面買到書 告訴你說你要怎麼樣去做肥皂 不過他們跟我們先生做法 不見得一樣 他們都是冷製法不加熱的 我們跟你們是要加熱的 加熱的 然後可以不要做肥皂的方式 就是一看 最後要合成 又是那個人工製造 就是利用我們的石油化學工業 然後自己去製造出一種可以清潔的東西 那這裡有分硬性清潔劑跟軟性清潔劑 我們後面會提到它 後面會提到它 就了解它就可以了 就是肥皂 重點 了解什麼叫皂化 什麼叫鹽溪 是怎樣的反應 加了什麼東西 皂化裡面 我有加酒精是要做什麼用處 請你把這些都把它記好 背起來就對了 謝謝 謝謝